那賞丹然爾 當然是這一組最大組的 它是 為什麼呢 第一個 它其實 這一家最特別的就是 它是第一個設計這種 彈壓式的 這個垃圾桶蓋 全世界第一個 就是他們家設計的 所以為什麼要有這個彈壓式 是因為它可以完整的讓 你所有的垃圾 就是你知道味道 異味 什麼蟲 全部都包在裡面 再來就是因為 長得好看的垃圾桶 有顏值的 對 有顏值的 真的有 但最重要的是 猜猜看它多少錢 一般垃圾桶 一般垃圾桶 想像得到垃圾桶 30吧 我覺得一萬八 兩萬 哇 我覺得八千 八千我買 好 我來公布一下 這隻垃圾桶的價錢 你看 我就說吧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天花板的垃圾桶 垃圾桶能多了不起呢 接下來我就要介紹一些 大家想都沒想到的天花板 因為你知道 比如說像剛剛講什麼鍋具的 甜點的 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對 想不到垃圾桶 也有在PK的吧 接下來要介紹就是垃圾桶的天花板 這邊有三款垃圾桶 各有不同的功能 各有不同的大小 猜猜看這三款哪一款 就是天花板來的 我們可以試用嗎 可以啊 請用 近距離的看它 觸摸它 感受它的質感 好不好 我這邊有個藍牙遙控器 按 它如果會 咬咬 那就是那一台 是汽車吧 對 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可以感受一下 你先跟它一組的是不是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 其實看容量大小就知道了 你們去看電視 這種都屬於監視器那種小螢幕 這個大概就10寸的 對 這個怎麼樣 我告訴你 液晶體顯影眼鏡 都可以看得出來 裡面可以裝什麼 就那麼大 怎麼樣 真的是21吋的厲害 對 它本身它使用的材質 就是用ABS防火器的 對 可是你要看喔 電子不會找喔 左右兩邊的都是電動的 對 它的怎麼樣也都是小台的 你這樣腳一過去它就開囉 就跟我的後車門一樣嘛 不是 這也都還好嘛 還是後花魚 怎麼樣 這個使用的材料 都比他們貴 而且怎麼看就是有設計啦 對 沒錯 就是你看放在客廳裡面 這根本就是一個藝術品 掃電機 不是一台電視 掃電機才可以從下面過去 對 其實你們剛剛都說的都對 就是你從第一眼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出大小的差別 對 材質的不同 還有功能性的不同 那想當然 當然是這一組最大組的 它是 為什麼呢 第一個呢 它其實這一家最特別的就是 它是第一個設計這種彈牙式的 這個垃圾桶蓋 全世界第一個就是他們家設計的 所以為什麼要有這個彈牙式 是因為它可以完整的讓你所有的垃圾 就是你知道味道 因為什麼蟲啊 全部都包在裡面 再來就是因為長得好看的垃圾桶 有顏值的 對 有顏值的 那因為為什麼說它是超模 一方面是因為 這個品牌在這個系列裡面 最特別是它每兩年 會出一個限定色 也就是說 就跟我們所有的精品品牌一樣 它會有年度的代表色 同時也有流行色 所以你可以因應你家裡的裝修風格 像這一咖是深咖啡色的 我自己家裡是深灰色 所以就因應家裡的這個 比如說你是工業風的 你可以去搭配你的色系 你是這種 比如現在流行的這種 所謂比較木質調的啦 大自然風格啦 差跡風 對 就可以選擇像這種咖啡色系 但最重要的是 猜猜看它多少錢 一般垃圾桶 一般垃圾桶 想像得到垃圾桶 三十吧 不含垃圾桶就不含 不含 愛這個牌子 這個 對 我們真的是從國外拎回家 又要拎回家 這個比鍋子狠啊 我跟你講 我真的用了十幾 二十年都沒有壞 而且那時候我記得 我買的價錢六千到八 六千多吧 這幾二十六千喔 比這個大嗎 大 比較長 對 長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猜這一台 對 猜這個 一定要過萬啦 算三倍的話 我猜還是在六千七左右 要 我覺得大概要 差不多一萬八左右 要到一萬八 我覺得會有 對 下一位你猜 我覺得一萬八兩萬 我覺得八千 八千我買 好 我來公布一下 這個垃圾桶的價錢 兩萬二 好可愛喔 你看我就說吧 我剛剛本來就要講了 我剛剛買紅腰耶 兩萬二可以買很多鍋子耶 對 可是我跟你講 但我譬如說我每一個人到我家 他都找不到我家垃圾桶 而且每個人看到這個都說 這是一個小桌面嗎 是檯面嗎 是小矮凳 對 小矮凳 你好煩喔 你不要一直弄 你不要一直弄 他氣耶 他厲害是 他這個鴨頭 你看你看 用不壞 他這個鴨頭是用不壞 我也滿 我也滿驚豔的 我只是要從這邊來表達 就是說 對 現在智能的垃圾桶 真的很方便 但你一直開 一直開什麼意思 好煩喔 你還好嗎 你照應讚喔 好 謝謝明璇老師 這一定可以買一個試試